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宗修 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二十二院 国舞女人院 我们先把经文读诵一遍 我作佛时 国舞妇女 若有女人 闻我明智 得清净性 发菩提心 厌患女生 愿胜我国 命中极化男子 来我岔主 十方世界 诸众生类 生我国者 皆于七宝池 莲花中化身 若不尔者 不取正觉 这一段经文就包含三个院 我们看是一百五十七页 第二十二 国舞女人院 二十三 燕女转男院 第二十四 莲花化身院 这一品经 从十八院到二十四院 都是说文明得益 而且得最殊胜的利益 所以文明的功德很大 我们也善巧方便 让有缘众生能闻明 像我们汽车后面贴佛号 你开车出去 后面的人停在你后面 他就读到这个佛号了 当然做法上 尽量不要造成人家反感就好了 那一百五十八页 使长讲解到了 极乐世界没有女人 我们现在看见 有人画极乐世界图 有女人 这跟精益不相符 就不可靠 图中画的阿弥陀佛特别大 观音菩萨小一点 往生的人就更小了 这跟精益也不相符 这是教我们要判断 画的要跟经上讲的一样 包含也有出的书 他说他去过极乐世界 然后就叙述极乐世界 种种情况 讲的跟四十八页不一样 这个我们也不能信 都要以经典来判断 所以经上讲的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跟阿弥陀佛身相完全相同 面貌身材都一样 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 长得不一样 可能就觉得他长得比我庄严 有点自卑了 自卑就是烦恼 所以阿弥陀佛考虑得很周到 平等世界就不分别执着了 所以我们看到变相途里 画的不平等 但是佛教我们 依法不依人 一定要以经典做准 依准 才靠得住 佛已经涅槃 已经三千多年了 以中国的历史 佛涅槃已经三千多年了 所以佛涅槃之后 这个以法为尊 因为我们没办法去问佛了 那法是佛所交召 要依法 不能依人 依人容易什么 感情用事的 那就没有理智 就判断了 感情起来了 这个老师讲什么 我都相信 这个就是依人不依法 我曾经遇到同修 第一次见面 可能他曾经在电视上 看我讲过课 看到我就很激动 他就说 那时候我还没出家 他说蔡老师 你讲什么 我都相信 大家听他讲这句话 可以感觉到他的状态 很激动 我说你别害我 我讲的跟导师上 跟经教不一样 你要提醒我 你不要害我 大家想一想 学的人要依法 不依人 教的人 也要依法 他假如听多了 大家都说 你讲什么 我都相信 他的心会不会起变化 人家把他当神 他还真的觉得自己是神 那就完了 所以这个依法不依人 不是针对学的人讲而已 教的人也是 教的人 有没有教给 信任他的人 依法不依人 老和尚都在给我们表演 老和尚讲一段经教 一段异理 总结了说 所以 华言经上告诉我们 唯心所现 唯事所变 都是自己的心线事变 老和尚没有自己的意识 他开解完之后 他依止的是佛经 我们读孝经 孔子讲完一段话 后面都是 诗云 诗经里面讲的话 战战兢兢 如灵深渊 如履薄冰 或者辅行云 那是上书里面的教导 都是依止五经 所以孔子说他 数而不足 信而好 所以教学的人 要互念自己 互念大众 也要把依法不依人 表出来 不然慢慢 人家赞叹恭维 鲜花掌声 他的心不思不觉 开始变化了 离经一致 便是摩梭 他没有事而不做 就自己创一套出来了 老和尚说 世间好话 圣贤佛菩萨说净 想创一个出来的 这个心念 就有明利心 所以大家不要 一听到 哇 这个新东西 老和尚智慧这么高 我就没看到老人家 说要创什么新东西 有啊 现在创自己的理论 然后都是借佛家的名 慢慢创一个 自己新的东西 或者是借 这个 比方皇帝内经之名 但他自己又创一个 东西出来 都要小心 而且 可能他的口才 也是一级棒 也是变财无碍 但是他没有守住 束而不住 我曾经遇到 医学界的 他的讲法 跟皇帝内经 中医也要医法不医人 不一样 那我跟他也认识 我就跟他提了 我说 要医法不医人 这个说法可能跟皇帝内经 不一样 他对我讲 我医病人为师 你是病人 听了敢不敢动 哇 医我为主 医病人为师 你一激动 一感动了 你就失去 理智的判断了 哇 你看 他把我放在第一位 那我请问大家 一个医生 看的病人 有多少 能代表全部吗 代表 再来 你现在帮他医了 现在好多了 现在好多了 代不代表明天会好 代不代表一个月后会好 代不代表一年后会好 甚至代不代表十年之后会好 他可能这个方法 把你的阳气都掉出来了 你可能寿命减短了 可能之后会猝死 你不能看眼前而已 那皇帝内经不是想出来的 那是我们的祖先 也是在禅定当中 那不是推断出来的 你有限量境界 有比量境界 限量 你亲自看到的 清正的 不是类比类推的 老祖宗心地清静 他是定功很强的 不是我们后人 带着要自己创一套的这种欲望 那你就没有定了 我在二十多年前 就听到很会讲 这些传统文化教理的人 讲了十几年 开始卖东西了 可是很多人 佩服他了 哇 到底讲这么好 可是开始卖了 我现在听说 大陆也有开始卖水 一罐卖一千多块 还有很多人买 大家都不理智 你喝一千块 他加持的水 你就好了 真正觉悟的 他是要教你开发自己的信德 佛法是内学 他都用方法让你依赖他 他已经不是教你慎学 能依赖 那佛菩萨早给我们依赖了 早帮我们修行了 这个要冷静 可是我们那个依赖的心 我们那个求快的心 这个习气要关照到 所以阿难尊者的表法 我们要看懂 阿难尊者 他还有依靠佛陀的信念 这就是情感 所以他挣不了阿罗安 他失货没有办法断掉 他觉得 我常哥是 佛陀 从门入者不是家珍 从门入者从外面来 不是真东西 所以要看到这个依靠依赖 就是贪念 这是烦恼 要放下的 这个在末法时期 这个示意法太关键了 我们听了 很心痛 那么多人不会判断 那花那个冤枉钱 拜个师要一二十万人民币 还有人在拜 师徒如父子 真正善知识 他学到佛菩萨的慈悲 他一心成就你 他会给你要那么多钱 你干啥 可能是前世欠他的 只能这么讲 佛陀说不能批犯如来 不能把佛菩萨的如来大法 拿去做生意 赚大钱 这个不妥当 儒家也讲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而且大家要注意 安平的人才有道 会注重享受 他已经没道了 儒家的一些句子 教我们判断 是至于道 这个读书人至于道 而此恶依恶食者 为主与义 他很在乎吃 他很在乎穿 很讲究 不然他很不高兴 那这样的人 不用跟他谈论修道了 他的心根本不在道上了 所以 一定要以经典做依准 好 下一段 师长说了 为什么极乐世界 没有父母 我们想 一定是阿弥陀佛 在修阴的时候 看到许多世界 有男生 有女生 闹了许多 不愉快的纠纷 就决定 他的国土 不收女生 都是男生 就省掉很多的麻烦 刚刚我们说 长相都一样 才不会产生烦恼 产生比较 这个都是阿弥陀佛 细心的考虑了 现在一看 有男生 女生的地方 烦恼不少 这个是他参考的结果 实在讲 这个世间 因为男女纠纷 所造成的困扰 所造的业障 所造的果报 是任何造作 都不能相比 所以古人留了两句话 我们都耳熟能详 百善孝为先 另外一句 万恶迎为首 这个男女之欲 相当猛烈 古人常说 一诗足成千古恨 可能一诗清明 毁于一旦 就是在这个 色欲当中 出世了 当然 名利 财 这个都要忍得住 不然你收了一次了 你可能就陷下去了 贼怕第一次了 你收贿赂了 或者 这个偷照 你做了 你可能之后就 沉沦下去了 那在四十二章经 佛也有讲到 假如我们有一个习气 跟男女之欲 一样的厉害 那人就没有处理的机会了 所以这个 对峙这个男女之欲 在这个修行人 要下的功夫了 那我们在下这个功夫的过程 其实重要的 我们的精神提升 物质的欲望 就会下降 老儿上常说 世未哪有 法未浓 你真正尝到法喜 尝到 亲近心的快乐 念佛的时候 感受到 称明时极 欲光时 身心清安 因为世间的欲 都是一种刺激 你能感觉到这种 从内而外的喜悦 这些外在刺激的欲望 慢慢就能放下 那当然我们在面对 这些静缘 我们要守住 忠述之道 言语律己 自己用心去放下 但是宽以在人 能理解别人 因为假如是成家了 那这个要忠述存心 理解另一半 要懂得横顺 然后 带着 我们说领期成道 祝福成德 带着 慢慢精神都提升了 这些物质 欲望 慢慢就当 总要水到渠成 互念自己 互念他 不能是 控制要求 这个可能会 适得其反 而古人创这一个字 设置 设置头上 一把刀 你再不警惕 铁定要挨一刀 比方说 你不懂得 节制 你身体会出状况 可能就要开刀了 你甚至于超越了 伦理道德的话 那可能会惹来 情杀了 这个就更麻烦了 所以 这个 淫 这个 射净杀了 有时候 这个 男女情感 你背叛了 这个丈夫气到 拿刀 去伤了对方之外 还气到去伤 女方的家庭 这个我们在新闻 都有遇过 太气愤了 所以这个万恶迎威所 我们 要高度慎重 而 孔子说 哨子时 血气未定 戒之在射 从小 这个部分 从小扎根 孩子有正气 有很正确的人生目标 正确的生活作息 还有这种 运动的习惯 懂得调节整个身体的状态 然后懂得 非圣书 禀物事 他不去看这些 邪的东西 刺激的东西 不然 常常 接触这些染污 那会调动 饮食男女 人是大欲 存烟 他真的养成浩然之气 这些东西 不容易染作他 凡为外所圣者 皆内不足 身心 这个道理是相通的 你身体正气足 这些病毒 忍不了 思想观念正 外在的诱惑 障碍不了他 凡为邪所夺者 皆正不足 你外所圣 是内不足 邪所夺 是我们的正不足 所以这都是外缘 真正还要看 我们自身 立不立得住 好 所以我们观察 这个男女纠纷 造成的困扰 业障 火爆 任何造作都不能相比 这是事实 我们就讲一件事就好了 堕胎 堕胎所形成 当事人 当事人 的业力有多大 甚至于是整个社会的业力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很多夫妻 吵得很厉害 因为他堕胎了 这些孩子本来要投在他家的 结果堕掉了 我们站在这个 小英灵的角度 他怎么看待 他不能理解 那是生命 那是骨肉 他不能理解 他可能就没有走开 他就留在身边 假如你后来有生孩子 这个英灵没有离开 他看到你这么疼 这个孩子 把他剁掉了 你看他会怎么想 他理解不了了 所以 这个古人 这么提醒 万恶是这个为首 我们不能不慎重对待 而且要从小就要教了 从小就要把他的正气培养好了 我们展开报纸 打开电视 天天广播 全世界的动乱 决定离不开 男女关系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阿弥陆 阿弥陀佛有智慧 如果西方极的世界 有男生 有女生 西方极的世界 也不会安宁 也不会清静 我们要知道 这绝对不是轻视妇女 佛门十大宗派 有一个专修 慈戒的律宗 八大宗里面 八大宗是大臣 有两宗是小臣 小臣从南宋之后 慢慢慢慢 视为了 因为中华文明里面 有儒家道家 而且儒家道家的一些心境 胸怀还比小臣更大 而且我们 这个中国人 很熟悉主家道家的教诲 所以佛法不着相 教诲相通 他这里熟悉 就用这里的 没有执着 一定要从我天主来的才行 佛门不着相 创立这个宗派的祖师 是唐朝道宣律师 他住在中南山 这是佛门 非常有名的一位大德 他曾经引经说 十方世界 有女人处 即有地狱 但是引哪一部经 他没有说明 我们就不知道 他引的是什么经 道宣律师 是持戒很惊严的人 决定不会忘 经典在中国 译得多 当然大多数都流传下来 还有少数经典 善失了 失传了 可能那个时候 大家知道在哪一部经 后来这一部经失传 有这个可能性 老和尚也举例了 譬如无量寿经 总共有十二种译本 流传到今天 只有五种 七种失传了 唐朝一经 还非常之甚 道宣跟玄庄大师 是同时代的人 那时佛教在中国 是最兴盛的时代 翻的经典特别多 特别丰富 应该是 他看到经上 有这么一句话 好 那现在是末法时代 末法时代 样样都颠倒 有一些出家的女众 对于我讲经 讲到末法事实真相 他们很反感 说不应该贬低出家人 还高在家人 他们很不服气 我收到好几封这样的信 也无可奈何 就没有回答他们 实在讲 这是事实 在正法 向法的时候 学佛 男众 多过女众 这个都是姻缘的状态 我们也要 学会 观察 姻缘 比方 盛极必衰 一个人富贵了 能不能一直富贵 这样的家庭很少 有没有 有 有 极少数 古人说 十年何东 十年何西 为什么 人贵 贵贵了 他容易奋斗 富贵了 容易 交涉盈益 顺境 不好修 所以为什么说物极必反 他都会有变化 那以前的背景 男众多过女众 当然与社会背景 政治制度 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跟古印度 自古以来 确实是重男轻女 男众 受教育的机会多 女众 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 特别在政治上 男子参政 女人几乎 没有参政的机会 这是社会的一个状态 这些都是事实 佛 教 是非常深广的教育 没有相当好的学说根基 没有办法入门 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 接受佛法的 是四大夫阶级 就是知识奔词 因为这个佛经一翻是文言文 你没有这个基础 看不懂 从前知识分子 没有现在这么普遍 他们对于社会 有很大的影响力 中国自古以来 对读书人非常尊重 因为他名理 他有道德学问 性高者明智高 人所重 非貌高 不是他长得好看 是他讲话公平 以身作折 人家才服他 这个乡里面 有冲突了 人家说来来 找某个教书先生来评评礼 这对读书人尊重 士农工商在社会上 读书人的地位最高 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 由于读书人学佛 国家社会一般大众 普遍跟着学习 这个到清朝 学佛的老百姓也不少 家家观世音 故父弥陀佛 所以是男众多 女众少 男众受教育的多 比较看得懂 释迦牟尼佛在世 他的常随弟子 一千二百五十人里 没有女众 最后他的姨妈出家 才收比丘尼 很小心 很谨慎 收了五百比丘尼 有些经典里讲 因为收了五百比丘尼 所以佛的正法 打了对折 本来有一千年 结果只有五百年 可见 确实是有障碍 老老上常说 学佛首先 过环心量 我们心量不打开 跟佛心不相应 说要 理解经典 不容易 甚至于心量没有打开 听老老上讲经 都会听错 因为会随着你的心量去理解 可能会解片掉了 诸位同修 你们觉得男人的心量大 还是女人的心量大 这个大家可以感受感受 这个我就不方便讲 讲了会引起公愤 大家感受感受 我曾经遇到一位高中女孩 她在英国读书 有一次她自己说 说我喜欢跟男同学 同学里面有男生女生 她说我觉得跟男同学交往 比较不累 跟女同学交往 比较累 我那时候一听 印象很深 她自己是女生 她自己讲的 我什么都没讲 你们也什么都没听 不然你们有听了 就说陈德法师说我们 女生的坏话 那我就跳到黄河 都洗不清了 不要住相了 我们这一生是男生女生 刚好是姻缘 可不要住相太严重了 一听到 一听到讲女生的 马上毛细孔都张开来了 要讲什么 转男转女 是姻缘 跟父亲的原生 转女生 跟母亲的原生 转男生 好 那师长接着说 到今天 木法时期都颠倒了 黄念主 居士讲的 我同意 我也承认 实在说 大家都看到这个事实 也不得不承认 以往学佛成就的排列顺序 是出家男众第一 出家女众第二 在家男众第三 在家女众最后 排在最末的 现在这个时代 恰恰颠倒 学佛的 学佛的人数 学佛的人数之多 态度之虔诚 学佛真正有成就 是在家女众第一 讲到这里 我得打个预防针 大家可不要听完这一动 跟人家谈话的时候 在家女众第一 那等于我这一段话 造成有人傲慢心起来了 那我不杀伯仁 伯仁因我而死了 我们现在修行 最要注意的就是 观心为要 心是根本 因为这个心 太容易执着了 你听一句话 就执着那一句话 比方说 我们本来就有傲慢了 结果一听这一句话 你看 我比较高 所以不能换对象 我们学佛是要放下贪嗔痴慢 不能是贪嗔痴慢 换对象 在听经文法的时候 贪法了 贪功德了 听了慢心增长了 把自己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的英言 给葬送掉 那太冤了 好 师父说了 你要不相信 看看我们现在讲堂的听众 我现在看上去 现在 听课的 都是女众 只有一个男众 是我们小朋友 我目前第一页 我看到的 当然 我们出家男众 在家男居士 一看 知识 敬乎有 我们要奋发土强 要扭转 乾坤 当然 这个 我们出家法师 他有发出家之心 这值得我们尊重 而且师长也教导 我们看到出家人 他是注释三宝 看到他的身相 就提醒我们 他圆顶的提醒我们 六根清净 一尘不染 这个 他修的怎么样 这个我们 不用去生就 但是他那个表法 我们感谢他的发心 感谢他的表法 至于你要 医治 哪个老师学习 出家在家 那我们自己去 判断清楚 要从明师受戒 明是明白 修行过来人 不可以随便医治的 那 好像 藏传的说法 老师收一个学生 学生拜一个老师 要仔细观察 好像是三宁 不是随随便便的 好 那这 这个 看看在家女众多少 那现在确实 我们在念佛堂里面看 在家女众比较多 那还用着刀便吗 第二多的是在家男众 第三多的是出家女众 最末尾的是出家男众 所以末法整个颠倒 在家女众成就的 确实占第一位 要不相信 看看往生传 大陆上最近有出了一本 念佛往生见闻路 女众非常多 所以女众读了佛经 不要灰心 也不要叹气 末法女众实在很幸运 现在是女众第一 在家的女生 第一 成就之殊胜 不可失忆 我们掌握这个机缘 那 无量寿经也是指导我们 公敬三宝 公敬三宝 奉事师长 我们对出家人公敬 赔自己的福田 福田靠新根 而且我们公敬三宝 这个也是 给下一代表法 那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 佛不说女子 其中有很深的道 一般说来 古今中外 女生由于身体上的关系 比较重感情 而且情绪的波动 相对比较大 情是地狱之根 情要不断 出不了三界 所以情 是迷情 情深 理智 智慧 就会有障碍 所以情深 智格 只要是情 就迷 情越重 迷的就越深 他跟理智恰恰相反 我们举个例子 情感起来了 这个当妈妈的人 不容易看到孩子的问题 你那个情感太重了 他什么都好了 好耳之其恶 物耳之其 美者 天下 显影 显影 他情感起来了 表现在 爱真 你喜欢 你就不容易看到 他的问题 你讨厌 你就不容易看到 他的 优点 看 看事 看人 不客观了 都是因为情起作用了 好 所以我们学佛 要理智 要用第一念 不要用第二念 第二念就是分别执着 就是意气用事 感情用事 要大功无私 要理智 佛法教我们要有理性 有智慧 把感情化成理智就对了 感情是烦恼 转烦恼为补体 智是觉 是物 情是迷 是祸 这个情当中 我们感受感受 最厉害的什么 控制 他要 占有 要控制 那有一个词叫情义 那个义 是强调这种道义 恩义 而不是控制 要求 不然 这个 一下子 连世间的 情义 恩义 道义都没了 就强调大乘 佛法了 哇 这太高了 团体 一个月 只能跟 父母 打五分钟电话 不然情职会 太重了 他连孝兄 都还没有起来 你就给他讲 那么高的法 三世诸佛 敬业正英 第一符是什么 校养父母 要从这里开始交起 不能医 自己是道场领导人 就医自己的想法 不行啊 要医法 不能医自己 我一观察 这个道场负责人 情意不足 人情为 没有啊 所以无情 不能修道啊 我们看世间 众义的人 夫妻 他负责任 对孩子负责任 对父母负责任 对国家负责任 他有世间的 做人的基础 他又明白 大臣佛法 哦 轮回不究竟 我应该 同生极乐果 才能究竟 可是他连这个意都没有 那你说要去行菩萨道 净处的人 他就没有责任心了 他能够去为众生负责任 不是很 讲不通了吗 第二十三 宴女转男愿 经文 若有女人 闻我名字 得亲近性 发菩提心 愿患女生 愿生我活 命中极化男子 来我岔土 这几句的经文 都不难懂 发菩提心 愿生我活 这个前面已经走过 尤其这个第二十四品 上辈 中辈 下辈 都有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这一段经文 只有一句 得亲近性 前面 没有看过 什么是亲近性 这个经文 我们都要研究 清楚 不能滑过去了 第一 决定没有怀疑 因为信 亲近信 第二 因为亲近 决定没有染污 信心 才是亲近 有贪嗔 吃慢鱼 这些染污 这个信 就受影响 那怀疑 好懂 什么是染污 染污很可怕 今天在社会 所接触的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接触之后 你心里若印象 就是染污 你接触的越多 换句话讲 你心里若的印象就多 就杂 洗都洗不干净 所以中国古来的教学 都是以孔孟为教学的主流 从七岁到十二三岁 是小学的阶段 小学老师教你什么 教你撒少 应对 完全着重在生活 德行的教育 我们刚刚讲到了 他有德行 他有正气 他才不会受染污 这是很有道理的 使他在很小的时候 就养成习惯 习惯成自然 从小就养成 尊重道德习惯 知道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之争 应该如何相处 怎么对待父母 怎么对待兄弟 来跟人相处 怎么理敬自己的父母 爱护自己的兄弟姐妹 大家想一想 少臣做天性 你现在不教他孝顺父母 他会学到什么 他看那些电视 对父母大吼大叫的 有没有 那他就被污染了 你不赶快教他对了 他不知不觉就学到错的了 我们都有遇过 二十几岁年轻人 学了传统文化 善根很不错 他真做 他的朋友跟他说 你对你父母这么好干什么 你太傻了 你看有朋友这么跟他讲 朋友这么讲 因为他没学 这个哨成多天性重要 古人为什么先教洒嫂 应对 进退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跟父母应对 接待个人都不会 人际关系都不会 没有从小教 应对不会了 进退 你看孩子 看到人家在是是非非了 他懂不懂进退 比说长 此说短 不关己 莫嫌管 斗闹场 绝物静 同学静了 他知道退 非圣书 禀物事 这个都是教 静退 听到大人 可能谈一些人事的问题 对不起 我先告退一下 他懂得进退了 撒扫扫 你不让他扶劳物 他怎么训练做事 人在做事当中 他的整个思维就在锻炼 什么事先做 什么事后做 这扫个地应该怎么做 才能扫得干净 又不会浪费太多时间 在锻炼他了 他是有程序的在做事情 所以有个同学 都不干家务的 后来老师开始训练他了 怎么做内务 怎么接待客人 怎么服务别人 他学了一年左右 结果他再回到学校读书 物理化学比以前成绩好很多 我请问大家 他干活 服务人 跟物理化学有没有关系 他在干活服务人 就是锻炼他的心 他锻炼的 不慌张 锻炼的 有章法 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他心有这个锻炼了 那他会用在哪 用在学习上 用在因缘上 现在都不知道锻炼孩子的心 只在乎成绩 那孩子变什么 考试机器 他不会生活 所以老和尚说 你不注重生活教育 他背着书再多 被书呆着了 或者背着背着 傲慢起来 变狂妄了 都偏掉了 所以古人 先教杀杀应对 进退 很有道理 所以 这些人与人的相处 要从小养成 少臣若天性 习惯臣自然 着重在品德上的修养 除此之外 读书不着重讲解 就是教他俗读 读的时候 计算变数 老师只教剧斗 一句一句 教清楚 每一个字 因念正确 不讲解的 教你念 教你背 会背了 还要背一百遍 总共两百遍 一天的时间 就打发过去了 因为小朋友 背经 就不会胡思乱想 保持他心的清静 你不教他背 东想西想 对他不利 你看现在孩子不背经 东想西想 还滑手机 那个脑子就越来越 会动歪脑筋 所以一个孩子天真保持得越久 以后品性智慧越高 你看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就鬼 鬼灵精怪 那就麻烦了 这一段 我得再 从几个角度 大家探索探索 我刚刚说 我们很容易听什么 就着什么 一听 再加女众第一 你看就着了 满星会起来了 现在一听 老和尚说的 只是读 不讲解 你那个不讲解 不要听着了 你读的是四书五经 那个经书比较大 甚至是心性之学 你现在去跟孩子讲解 他听得一嫩一嫩的 是吧 为天下自成 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 哇 你看那个是 一报谁之诚 那个 那个是心性之学 那个等他理解力上来 再讲解 可是宽转弯 误处人 可不可以讲解 凡道志 重解书 可不可以讲解 不然他讲话 像机关枪一样 你都不讲解一下 那养成习惯了 怎么办 所以地址归 那是生活的教育 那个不是很艰深 你要随着他遇到的事 跟这些经文 很相应的 那个就是一个机会 你一点出来 哦 对哦 哦 妈 真的要 是非以物轻弱 我没考虑清楚 就答应人家了 狗轻弱 净退错 这可能 常常会发生的事件啊 你要机会教育啊 小恶语第一句话 一切言动都要安详 十差九错 只为慌张 小孩 不要说小孩了 大人也一样了 出了差错了 一定是心先出状况 心急了 慌张了 就会出情况 这些是可以随时讲解的 慢慢还是 做人做事啊 就在我们抓住这些机会点中 有概念 好 我也见过这个家长 一开口都是大臣经教 那个孩子听着木认口哉 这不妥障 我们刚刚举的那些都是生活教育 伦理教育 好 那因为小朋友背经啊 就不会胡思乱想 他老实的读啊 界定会 三学 就在他读诵的时候 在修了 还要背着大声 老师要听得见 如果老师听不见了 小朋友又在胡思乱想 所以老师也要很敏锐 听他念的声音 可以听出来 他专不专注 那越念越小声 一定是想到其他的事儿去了 我们父母老师 你不要只是看 他坐在那里了 坐在那里就好了 你看都要判断 他心在不在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那效果有限 我们跟一些 一二十岁的孩子 传统话学多久了 十多年了 但是注意哦 那只是一个像 他有没有学进去 他假如在学的过程 只是感觉 父母要他做的 不是他欢喜的 他是被逼的 这个就是我们父母老师 没有抓到 教育 首先你要能 知其心 你要知道他心的状态是什么 你不知道他的心 他整个学的过程 已经厌恶传统文化了 怎么办 已经在应付你的 怎么办 应付久了 会不会变成习惯 那应付 绝对会出现在你面前 跟在你不在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那你说这样读下来 十几年不是越来越 人前人后不一样 那不是害了他 养成这种态度了 所以我们 父母老师 你首先要感受到 孩子的心安不安定 他就是缺爱的状况 你都不多体恤他 多爱护他 还一直在控制要求他 他的心更不安 不要觉得学传统文化的孩子 很有安全感 那都是一个像而已 你父母老师 没有真正把经教演给他看 做给他看 他感觉不到传统文化的温暖 感觉不到传统文化的价值 这样都是返效果 那我们为什么感受不到孩子的心 真的 学了十几年 孩子的状况 父母不知道 孩子心里话不跟父母讲 学传统话 第一个目标是什么 我们现在 做的效果 我跟这个第一个目标 刚好背道而死 第一个目标是 父子有亲的天性 终身保持 他这个天性都 起不来了 他怎么去爱别人 不爱其轻 而爱他人者 为之备得 父母对孩子 冷漠 没有关心 但是都是拿着传统话 要求孩子 控制孩子 甚至于还有父母要求 你几天之内要把这一部书给我背起来 那孩子特指还蛮老实的 父母这个不合理的要求 他还干 硬背下来 这个孩子后来偷偷跟老实讲 吐了几天 硬压压压到 身心很难受 虽然完成了 吐了几天 你说这个父母到底把什么摆第一 我们希望孩子学的传统话 越来越快乐 身心越来越健康 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有家长什么 你一定要做蔡老师 把我都脱下水了 这个还是本来跟我缘 不错的 搞了最后看到我 转台 请诸位父母手下留情 留一些姻缘给我 所以要关自己的心 教育孩子能不能成 不是专注点在他身上 背了多少 那变成我们的执着点 专注在哪 专注在关自己的心念 有没有执着 有没有控制 有没有要求 有没有情绪 这个是重点 一暴随着正暴转 我们用情绪 能交出人才 不可能的 因为他也感受到情绪而已 所以有情绪不要教孩子 要教孩子 是没有情绪的时候教 心平气和则能言 什么时候可以讲话 心平气和的时候 还没有心平气和呢 去念阿弥陀佛 念念念到比较平衡 不难 带情绪的话 讲出去 是收不回来的 这个是不及舍 论语说的 四匹马的马车 跑得也没有舌头快 为什么 一言计出 四马难追 所以刚刚老儿上说的 学佛 学理智 不能感情用事 这个小朋友就想玩 他也会胡思乱想 结果我们一看到 老儿上说 小朋友不能玩 你又听执着了 你要欲教娱乐 学传统话 把孩子 都关在房间里面了 也不让他跑跑 让他接触大自然 孩子干什么 闷 闷要干嘛 刷手机 其实你看到 他闷到 在那刷手机里 你要理解 他的状态 你把这个孩子 带到山里面去 他就自己唱歌了 他很放松 所以以前是迎诵 迎诵 他就有抒发的效果 所以以前的人 没有忧郁症 跟念书的方法 应该可能有一点关心 还有以前的字 都是直的 读下来 现在是狠的 所以古人的考虑 有时候很深 我要慢慢来体会 因为你的肢体 会影响你的心 所以要多接触大自然 孩子身心放松 比较有悟性 还有他在生活当中 都在感悟 都在锻炼他 心灵手巧 好像有理论说 手动得多 好像小脑 这些科学理论 都在证实 我们老祖宗 一些教学的 他的考虑 小学教育 就是佛家讲的 戒定会三学 一次完成 从小就教他修定 所以到十二三岁 就很有威仪 像一个成年人一样 一举一动 都有规矩 但这个礼乐要配合 他守规矩过程 他没有一下子就入了那种 随心所欲 很欢喜 所以要有点音乐 配合 让他抒发一下 所以古人这个考虑 还是很周到的 所以大家准备一些 古情绪 一些好的音乐 你不要 让他一听 就心更浮躁的音乐 那是乱世之音 听的要是 智世之音的音乐 让他的心能够安定 抒发的 好 中国从前的教育 好像比不上西洋教育 这个要观察观察 西洋教育 小孩很活泼 很可爱 中国的是少年老成 年纪轻轻 就像老头子一样稳重 但是社会的 长治久安 全靠这种教育 虽然西洋教育 小孩很活泼 但他心安定不下来 一切动乱的根源 都从这里发生的 心不定会做错事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观察 老和尚那个年代 留下来的照片 我们去观察 老和尚十几岁 那个 那个呈现出来 非常单纯 单纯的 亲近的孩子 甚至贵 他一遇到事情的时候 他很定 他不容易受干扰 可是他看 他的脸呈现是单纯 你看现在的孩子 想康 想康 很会 动小聪明 但他不定 我们看 老和尚上一辈的人 周邦道老居士 李秉兰老师 他们看起来 就非常单纯 慈眉善目 但是你从他的气质 里面看到 一种 这种使命感 责任心很强 你就会觉得 这样的人 交给他什么事 万事OK 很稳重 这个都是受传统教育 所以中国人看得深 看得远 从小修戒定会三学 利幼 年幼的时候 记忆力最好 所有的东西 教你背过 你永远不会忘记 李秉兰老师 讲学 引经据典 不用翻书的 古人他观察 人性 观察得很深入 观察每一个人 时间段的状态 孔子说 哨之时血气未定 戒之在胜 极其壮也 血气方刚 戒之在动 极其老也 血气济衰 戒之在得 我这分析得很深入 观察到 人 小的时候 记忆力特别好 抓住这个机会 机不可施 食不再来 我们现在学 我们就很有感触了吧 背了老半天 还是背不起来 李济学济说 食过难后血 这个时间点过了 才学 勤苦而难成 很勤劳 很辛苦 但是 很容易忘掉 好 当然也不要死记 用背 会伤脑筋 多讯息就好了 不要太强求 领会那个道理就好了 我们过了那个死记 那个记忆力好的时候 这个 就不要太为难自己 再多听 多领会还是需要的 多熏悉 好 不要用好胜心 再学 你看人家都背起来了 我非背起来不可 这个好胜心 又换对象了 要背 水到渠成 变数到了 比较容易记住 你念个两千遍 三千遍 很多就 很自然的 能背出来了 所以 记忆力好 所有的东西 背过了 永远不会忘记 到了八十岁九十岁 无论应付什么事情 写文章 引经据典 大家要注意 他背起来之后 他在做事的时候 他会用经典去判断 去思维 我们现在也要学了老儿上的经教 要用在做事上 处事上 随顺圣贤佛菩萨教会 不能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三规一 回头依靠 绝症静 不能依靠习气 不能顺着弥邪然 他从小读了 随手拈来 不要去查书 这是我们现代人 没有想到的 从前教育方法 非常之好 佛法教学 也跟我们传统相应 也是用这个方法 这是真正的教育 什么教育 开智慧的教育 戒定会的教育 你教得让他不守规矩 他就没有戒了 那定会就不可能了 因戒才能得定 因定才能发会了 小学完成了 就入大学 跟佛门里参学的意识相同 大学是着重于讲解 研讨 研究讨论 这个时候 生智慧开了 这个时候 学生智慧开了 有能力辨别是非 辨别邪政 辨别善恶 可以参加研究讨论 你都没有分辨力了 你去研究讨论 可能是胡思乱想 先有这个基础 所以学生 开始学的时候 他还不懂这些 先听 不要急着就要发言 学不劣等 那有 老师 学生到十五六岁了 就让学生去讲解 这个不是很土葬 是老师讲解 而且老师讲解 一什么 一经典 一注解来讲解 这个老师都要表法 我有师承的 一法 不一人 我们学习论语 我们跟着李秉兰老师学 你让老 学生自己一开始 就自己去讲解 这个古人不是这样教的 我们现在人 要去深入古人的智慧 做法 他怎么考虑的 你不要自己 顺着自己的感觉 去创一套 不妥当 几千年 人家都没有改 为什么 他能一两千年都没改 他是真理 他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老师讲解 讲完之后 学生提出意见 研究讨论 他一听 可能会有一些思考 这个时候可以讨论 教学相长 当然 随着学生提出问题 老师也能够理解 他听的 深度怎么样 广度怎么样 或者有没有听偏的 都可以在他发问当中 感受到他的心 感受到他的理解 好 那这是完全着重后德制的圆满成就 前面 读 不要胡思乱想 这个是根本制 剥落无知 这个是根本制 清静心 讲解了 就是后德制 剥落无知 清静心起作用 无所不知 那是后德制 这是我们古人 很重要的 教学理念 那我们虽然 有恩圣教 比较晚 也要符合这个 学习的理念 你不要一开始 就听很多广学多文 会听杂了 会听乱 包含 陈德可能 有几种课程 假如大家听了觉得脑子有点乱 那还是要调整一下 听课要自己受用 这个才是适合自己的状态 那当然我们学习要符合老和上的理念 陈德不符合老和上的理念 你们不能听我的 要听老和上的 老和上是名师 我们都还在修行 还差得远 大家信任我 我们一起跟老和上学 陈德充其量 跟大家同学 供养一点点经验 但是学的跟老和上不一样 决定不妥当 这个大家要慎重 不要感情用事 大家过去生跟我 缘比较深 也要依法 依老和上的经教 法 依 佛的经典 我们在跟老和上学习的过程 我们是观察 老人家确实是树而不作 性而后 好 那老和上教学理念 应我们的记忆就是 扎根 扎三根 然后一门深入 无量寿经 而且深入无量寿经 是 依止 这个黄念族老居士的注解 注解 夏年老的会几本 大家注意 那个 那个注解 八十三种经论 一百一十种主师的 八十种经 八十三种经典 一百一十种主师的注解 你深入这一步的时候 你整个大臣重要的经要 经意 你都掌握住了 一经通 一切经通 你看每一句经文 好多部经跟论 注解这一句经文 你对这一句经文 解得深 解得广 所以老和尚这些 理念 他都有他深远的影响 是以他一辈子修学 来成就我们 没有根基 你解大臣 很容易解偏掉 你看第一符 就是小臣 做人做事 尤其从孝养父母 奉侍是长派 最后第三符是大臣 好 今天先跟大家 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密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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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密多芬